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止 愿解如来真实义 人间菩萨欢喜行 我们大会的主席 境界法师 还有我们17个佛教团体的主位负责人 还有我们来自台湾的主位法师 主位居士 还有我们来自大陆 新加坡的主位法师 还有来自于我们大马地区各个佛教单位的居士们 大家晚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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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待过两个礼拜 东马的古静 古静佛教居士林 也是一个很久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佛教居士林 也因为这个姻缘 还有接着因为我们传音法师 他是我庙香林出家的师父 也是因为在网路上面他认识法杖 后来到了台湾餐学 一直到现在 他是比我还要熟悉台湾的马来西亚人 这次他也安排回到马来西亚来 跟大家分享佛法 我也很乐意 特别是在疫情过后 世界上其实一直在 很奇怪的 一直要么就天灾要么就人祸 天灾平人 人祸也不断 这情况其实很明显 全世界人都知道 大概这样子 宗教应该做一点什么事 所以我们刚刚 我们的大会主席 境界法师也说 希望抛砖引玉 用心念来招感 让这个世界去向于和平 那么继续的善良的成长 不过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于非宗教信仰者来说 我们今天的聚会 说有这样子的目的 特别是这样子 祈求世界和平的这样的目的 会给人感觉就是说很好笑 你们一群人就这么想一想 讲讲经这样就能做到吗 比如这样意思 当然 只是说必须要跟诸位分享 也对全世界做一个 我想说交流 让全世界人知道说 一念心呢 是足以招感全世界的和平的 那么这当然从最简单的例子来说 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只是因为释出城门 然后看到老病死跟修道 这四件人间除了生以外 人间基本上会发生的前三件事 跟特别发生的后一件事 那么他就思索了人生 最后呢 离开了他的 我们现在白话讲叫做很安乐的王宫生活 那么半夜呢 就像部分出家 华人的出家人一样 他得要远离父母的恩爱之羁绊 以及国家的渴望 他为了追求全世界人类的心灵的解脱 心灵的超越 而毅然决然的奔向那未知的 一场生命最大的冒险 这场生命最大的冒险呢 照说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成功 也没有人会支持他这件事情 包括他的父亲 最爱他的养母 还有他的一些王宫之内的堂兄弟们 以及他的满夫等车逆 还有呢 还有呢 最后呢 为了要追他回来的 后来成为吴比丘的 包括他舅舅在内的阿诺乔成儒 那就是金刚经当中的忍辱先人 跟格力王 他就是格力王的后生 那么一直追着他 要他回来 后来实在不能回来了 他父亲就请他作为父母 那么他追求生命的 这个究竟的解脱 看起来从自己的解脱做开始 但并不以自己的解脱为完成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菩萨行 我们先说明一下他这样做 这样做之后呢 他六年当做视线为什么呢 视线为不知道要怎么解脱的 道的追寻者 然后呢追寻着六位外道师 因为当时没有佛 他寻着六位外道的老师学习 要么禅定 要么冥想 那么呢最后呢 他甚至于用苦恨断食日食一麻 那样然后在前正觉大山 距离现在的佛迪加亚的地方呢 大约有几公里路 我记得是两三公里路的山上 那个山洞里 我们现在都可以 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得到 在那里仍然失败了 失败了之后呢 他下来 他终于想通了 他觉得应该不是用苦恨来完成 生命一个清晰生命之路的结果 纯然用苦恨呢 过度极端 他下来之后呢在里面长河边呢 找玉 然后呢喝了这个天人四线的 牧羊女的羊乳粥 这羊乳粥 有时候也有一个题外话 羊乳粥其实是 在营养学上来说 他是比牛奶还OK的 因为他的分子比较小 所以人类呢有牛乳不耐着 但基本上不会有羊乳不耐着 世尊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他都很特别 他都在视线的一个 这个近乎人间 不是近乎 他就是人间最完美的事情 包括睡眠 他的睡眠呢 也用狮子握 幼鞋而握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那么他受用了这个羊乳粥 羊乳粥之后呢 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些故事都值得我们去解析他 发生什么事呢 发生就是说 跟着他 我刚刚讲那一位吴比丘 其实那时他当然还不是比丘 是跟着他修苦恨 那个时候包括他的舅舅在内 阿若乔臣母 都感觉予有容焉 因为印度是讲究苦修的 所以作为一个王子而能够苦修 那真是由 这是由奢入简难 由简入奢意 他是由繁华入到极端苦恨 那是人间近乎做不到的 他饿到可以肚子从前面一摸 就摸到后面的脊椎 那个已经超乎人类的生理反应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他这样做了 当然就让整个四家族 因此在整个印度的宗教界 跟国际之间 印度是小国分立 所以他不是一个统一大国 不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讲国际之间 在国与国之间 就形成了一个伟大的 被赞叹的一个苦行者 那么这五位随士 或者说随随者 也予有荣焉 可是很不幸的就是 在他这样子苦修之后 他居然 居然去泥连肠河洗澡 戒律上面是半月半月洗浴 除非你流汗 或者被雨水滴到 身体可能不干净 或者有点污笨 所以你可以做法 这个 这个 巨授一心念 我法上比丘 如何如何 金玉 过半月洗玉 白巨授之 要告知 常见旁边的那位比丘 那叫做法 做法之后你才可以洗澡 不然是半月半月洗澡 他要你不要那么的在乎身体的干净与否 应该更专注在心灵的修持上 那么他去 尤其修苦恨的话 是不把洗澡这件事情 当做是一件生命中存在 是这样的 你看狗什么时候洗澡 猫虽然舔一舔自己的脚掌 脚爪 但他什么时候跑去洗澡 没有 但人他也可以学习这样子 更专注在内心 所以律上有这样的规定 但当然也不是说禁止 可是洗澡有时候意味着 是一个身体的重新重整 所以他去洗澡 他是有他用意的 好了 这件洗澡事情 就吓坏了这五位追随者 接着更恐怖的是 他居然去接受了 羊乳舟 牧羊女 因为他已经洗完了 他没力气了 你知道洗澡是会耗能的 他日食一麻 而且连续那么久 他一定耗能量 他洗完澡之后 能量就损耗了 这点我亲自试过 尤其你在生病或身体残羞之后 你特别有感觉的时候 你洗澡 你能量是会有一定程度的调整 他不一定叫损耗 但调整一定有进根粗 身体在很虚弱的时候 会受不了 结果他就倒下来 倒下来的时候 牧羊女就出现了 他视线了 他就说 这么虚弱 你需要一点羊乳舟 我因为这样子 我也很好要喝羊乳舟 有居士供养羊乳舟 来万佛寺 结果就放在那里 放了两个礼拜 我一直在等 常住怎么不煮出羊乳舟 我说有啊 因为你日中一时 那早上我煮了羊乳舟 你都没机会吃 结果我们吃了三个早上 我说为什么 大家怕羊乳的那个味道 我说哦 这样子 可是我来喝我就没感觉 我完全没感觉什么羊乳有心善味 不知道 是不是心情的关系 我不知道 我才知道说原来人愿意喝这个牛奶 乃醉新鲜牛奶 但是愿意能够喝新鲜羊乳的 当然不多 可是明明世尊当时喝的是羊乳舟 第一 第二 医学上也说羊乳的耐受性是相对高的 所以人类比较容易吸收 这些事情 所以他不说牛乳舟 他说羊乳舟 这还有这种意思 那么喝了之后呢 这下子给五位亲近者吓坏了 他说完了 他的苦恨破功了 没有了 注意啊 我们出家人 有时候修行人家对我们是有期待的 那个期待不一定有道理 但他更希望他的师父呢 又持戒 又讲经 又盖庙 然后呢 又慈悲 又温柔 然后呢 又在乎他 然后他捐款呢 你又特别认得他 然后最后呢 最好带他们旅游全世界去草圣等等 他希望我们的居社长 对出家的事物是要三头六臂 同样的道理 世尊当年虽然还不是出家人 其实他是出家人 他说还不是佛 但是呢 他们的家族的人仍然对他有主观期待 特别是表现为印度的苦行者 到底庄严的谁 是庄严的旁边吃瓜粽 你懂吗 就在旁边闲看着的人 你看 我的师父都了不起 他有没有造修 不关乎 不重要 重点在我抓了一位师父 他可是伟大的 这个情况 都跟我们的菩萨行相伟 但我要说一下 先点这个头 他们看到这样之后 他们就非常伤心 主委师父们 信徒的信心是比子还要薄弱 你看看他还是亲戚 亲戚跟了他六年 就因为不符合他们一个修道人 修道人在他眼中似乎是个演戏的人一样 不符合那个演戏的样子 他们刹那之间就说 算了 由乔承如为代表 他就开启小组会议 对这五个另外四个人说 好了 我们这位屈坛太子 看样子 已经喝完羊乳 已经放弃苦恨了 再来他大概就放弃修行了 我们呢 这几年来跟着他也进行修行 所以我们也在乎修行了 要不这样我们说好了 我们跟他切割关系 说好了 他如果来找我们 我们就不认得 我们呢 跟他没关系 在印度呢 修苦恨就是一辈子的事 你没有继续 禁乎就是退道 比一般人退道OK的 一般人退道OK 但是太子退道 王子退道 而且已经是国际间有名了 我们是因为这样 这个国家身份就升高 其实这个 晋放王的加比罗魏 这个小国 加比罗魏国这个小国 基本上是小国 所以他们突然间国际地位升高 跟这位王子的苦恨有关 现在这个皇冠不见了 难堪 请注意 这都不关乎菩萨道 这都不关乎度众生 这甚至不关乎修道 这种心情 所有上面这些心情 都不关乎 但它却真实的发生在释迦佛身上 释迦佛是什么态度呢 当时的西道多太子 是什么样子的心情呢 或什么样子的background 是这样子 一 他半夜 舍离了皇宫生活 出来出家 他追随了六师外道 他都觉得不是解脱之道 第一 他是偷跑出来 国家正需要他 因为旁边社会国 那大国啊 正虎视眈眈 要武力侵略他们 这有过去的渊源 所以他武力侵略他们 而他呢 在十八岁的时候呢 射一把剑 就能够连射穿三个剑靶 一个剑靶 后面再一个剑靶 再一个剑靶 同时射穿三个剑靶 到第三个剑靶 都在红心上面 代表着 加塞足国的武力武功 因为这位王子的关系 提升了好几个层级 也就增加了他的国防 是第二 第三呢 他是 靖范王唯一老年得子 唯一 当后来有阿难 那是另外后来的事 老年得子 那么他就这么样强大 整个国家都依赖他 那接着呢 他去修道 没有人支持 注意啊 行菩萨道 不会有人鼓掌 我们讲菩萨欢喜行 那个欢喜行 我常常讲那是理想 即便大部分都是痛苦行 行菩萨道 不会有那么欢喜 不会人家跟你鼓掌的 你知道吗 而且溜掉的人很多 等一下我会告诉诸位 当然他在人间 可是人间是很残酷的 你要知道 你身边支持你的 赞叹你的 不必然只是 纯粹单独为了佛法 我刚刚说了嘛 他修苦恨 跟六师外道学 因为他跟六师外道 几乎是平等 修得甚至于 比那外道的导师还要好 所以在属他的建树武功 语文能力 天文地理 知识 天下无敌 现在出了家了 我们释迦族的太子 仍然是什么样子 修道无敌 这对于那个五位 追随他的人来讲是余有荣焉 但问题是余有荣焉跟行菩萨道 跟真正支持当时的希腊多太子 追求真理这件事情 有连结吗 没有 这次我要来告诉诸位的是 行菩萨道有多难 而不是行菩萨道多好 你得先听听他难 你才能衡量你要不要为他做 而不怨 而不觉得倒霉 而不觉得委屈 所有人都笑你 说你那个在干嘛呀 可能吗 你们就这么一群人在那里听听经 听听个和尚在这里 匕首画脚的讲经 你们要求世界和平 有没有搞错啊 你们佛教都真是 阿Q 甚至有人家会这样讲 那你觉得怎么样 你就一直被他说动了 然后就confused 真的吗 那要做什么 不能做吗 宗教都不能做吗 什么都不能做吗 那不能宗教要去 也要去中东那里 以哈战争的时候 你要去拿着枪照顾谁 不可能吗 还是去那里念经 还是去那里禅坐 学那个 学当时的那个 那个 古德 这个 两军对战 他去坐在中间 修禅定 让人家收兵 不打炮弹 我告诉你没有用 古代的话呢 作战两军对战是看得到彼此 现在根本就不用看到对方 社后不理 完全就是在什么 在卫星上做的 人也看不到中间有人 所以你已经做不了那个事 对吧 何况也不能陷神通 就算有神通也不能陷 陷了人家会觉得那是怪力乱神 所以 那古人做的你不能做 释迦佛 当时还不是佛 六四外道也没成功 那是他所能学的最高 最高的境界 还没成功 可以说他要追求的 天下无人知 那他所能追随的 无能教 他自己适用的方法 无能成 三个无 这些解析啊 都在佛学的传记 佛头的传记里头 没写到的 我们出家人解读历史 了解历史 要不我们读到的修道解释 而不是看事实 这三个无呢 在所有的佛学词典 或佛学的记录传记当中 没人会写到这些 因为那些人 写这些传记的 只是写传记 他不是拿他 看传记 依传记 看修行 而我们是要依传记 来看修行 三个无 当时他出来的时候 那个晚上他出来的时候 也有两个无 第一个无是什么 看到那白天 妖娇美丽的太太 MEN 他有三个太太 所以我讲MEN S 多数 还有呢 他有三个 三四个无 有四个无 那 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有那些卑女工女们 睡了 跟死人只差一颗呼吸 有别而已 外表一样 我这次飞机来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 可能是我们在地的女 中年女生吧 坐着还没睡觉的时候 还算正常 等到一睡着的时候 我转身一看 还真像死掉的人 是这样子 所以说 跟释迦佛看到的是一样 他看到了什么 第一个无 人间这样子 无望 无望 懂吗 再好的感情 再美的妻子 再健康的身体 经过那四个城门看过之后 这些东西 美丽都是假装的 健康都是暂时的 安全也是虚妄的 一口气不来 什么都没有 一切无望 她的一个太太就是 这个 耶斯陀罗 正怀着什么呢 正怀着她的儿子 就是那个罗霍罗 罗霍罗就是羁绊的意思 正怀着她 她正要离开 她面对的是什么呢 是无碍 她要离开她得要面对 她这样是不是无有父爱 她的煎熬有多大 对吧 再来 国家 最需要她 老父亲 老来得子 多依赖她 她面对父亲 无效 不是有效的笑 是孝顺的笑 对待全国人民 依赖她的武功领导 能够建设国家的 建设安全 她毅然的还是放掉 无意 你看无爱 无未来的无常 无意 无爱 无情 无效 她面对这四个无的 内在自我反足 还行菩萨道吗 还要为人类找寻真理吗 你走得出去吗 最后呢出去的时候 是怎样 无望 无目标 为什么要找谁问 要找谁修啊 她不知道 六年跟随外道修行 真的这次叫无效了 无效 对吧 是不是这样 没有效果 然后她来零年禅火 洗这个澡 遇到天人视线 来给她这阳鲁舟 就是喝阳鲁舟的时候 她勇于改变了她修行的主要方向 注意 你自将佛都得要改变修行的主要方向 何况我们一般修行人 不对就得改 什么时候改什么时候都有效 你得承担改这件事情 被人家说话都有可能 比如说我刚刚才在改一件事 因为我们万佛寺有个佛妻 后来我发现这个佛妻呢 因为我太拘泥某些时间了 其实大家会太累 我就跟她讲说还有一个月左右 我们还是改吧 往后延吧 我知道这样子是 我从来没这样做 在万佛寺17年了 我出家37年了 但是我在万佛寺17年 算是待最久了 17年了我安排活动时间 跟大家讨论好了 几乎没变过 只有之前有这么一次是写错 有改变以外 几乎是没变过 我突然就变了 大家觉得要变吗 我刚刚跟主要人干部讨论过了 我说不恰当 我们改了之后利多于弊 那就改吧 你得承担被人家质疑的事实 摄像佛也是 他这么一喝 他的五个追随者说他退道 我们以后不要理他 结果呢 他截然一身走两公里路 到尼连残河走到 这个恒河边的一个菩提树下 他发了一个大的寺院 那个叫寺院而不是寺 寺的话在华人语境里头 有时候带着撑脑心 不好这样讲 他带的是寺跟怨 这有善念 他说我如果这一座 在菩提树下这么一座 如果我再不得到 我生命中想要追寻的解脱之道 超越之道的话 我不请一座 他是有理由的 第一个理由是 他已经做了人间最深刻的苦恨 第二个理由是 他已经找寻了当年地球上 最能够修行的外道 跟方法 第三个理由是 这些都试过了之后 他找到了自己中道的方法 不急不虚 他已经约略的感受到 解脱的影像会是怎么样 但他并不知道 根据Vivasa Pivosa的说明 世尊责得佛果的结果 跟阿罗汉们责得结果 责得阿罗汉果是不一样的 方法不一样 程序也不一样 这点我在讲天台中的时候 我画了一个图 图表我来说明了 说明了一下 也就是世尊还没有做上这个菩提座之前 他在真理的理解的真正断除 理解应该深刻 比我们凡夫还深刻 但在真理的断除这件事情上 他是视线还是凡夫 所以他会饿肚子 不但饿肚子 他也没有表现出他 预先理解的什么大的道理 这第一 第二呢 他做上去之后的这21天 是直接从我们所谓的 没有断任何烦恼的凡夫 没有断任何烦恼的凡夫 一路 用他对于真理的理解 而直接证得了佛果 是这样 他没有经历过 这个罗汉 这一段一段的 出国二国三国 因为没有人教他罗汉修行方法 他自己完成了 所以他的方式会跟后来他所教导的 更加稳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但他没有 他只能够下一个最大的决心 他不知道我自己会不会成功 所以他才发那个愿 叫做如果我不能成功 我就不下座 换句话说 他不确定他会不会成功 他才会这样发愿 这又有另外一个道理了 菩萨道第一 没有人会赞叹你 第二 甚至于人家还会离开你 第三 人家会曲解你 他的五位追随者就曲解他 说他退道了 接着呢 人家会离开你 他们就说好了 我们不要理他 他退道了 跟他接歌 还说好 如果他再找我们讲话 我们不要理他 他后来戏剧性的变化是 他当然也 他证果之后 他当然有他心通 有其他的神通 他知道乔臣如他们立了这个愿 但是以他的威德 已经成佛的威德 跟那个圣像的样态 完全不可同日而遇的时候 他走向了 距离现在的 这个我们说路野院 约略在五公里的地方 遇到了什么 遇到这五位 五位追随他的 那时候都不叫尊者 也不是出家人 也不是比丘 他本来不是说好了吗 他们也在那边修 也在那边修的时候 大家也说好 来了 驱坛太子来的时候 我们不理他 结果来的时候 他们莫名的就站起来 释迦佛走了近了之后 都还没开口 他们就一一 不咚不咚不咚的跪下去 顶礼 那么释迦佛当然没有说 你们不是不跟我讲话吗 当然不会这样讲这种话 当然不会去讲这种话 他直接就跟他说 我已经证得了人间救急之法 今后我已经是佛 如等应该追求这个真理而修行 也就是说不用再跟我一样 以前跟外道 然后他们就约到路野院 就在路野院为他们说 善来比丘 那么驾沙着身之后 开始祭出家同时受戒 受完比丘戒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没有所谓的什么什么 什么山坛大戒 当然没有 也没有南传的那个戒律的做法 那没有做法戒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 所以他用神通力 让他们五位 立即驾沙着身 然后在路野院跟他们讲法 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大部分了解佛传 都从这一段开始 很愉悦的看到释迦佛的不可思议 但行菩萨道要往前看 看他还没成佛到底遭受了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跟那个时候的释迦佛最像 我们不是跟后面已经成佛的释迦佛很像 我们简直看不到他的车尾灯 太远了 释迦佛 以佛的身份来看 我们离他好远 但是他还没成佛所经历的 我说过他就是以一个凡夫的立场来经历 然而他是为全人类的生命之解脱 而受那些苦难 我们的人间菩萨正是要这样做 各位这样了解我的开提的意思了吗 望着困难而说 那是我应该做的 比望着有人已经做得很好 说我要跟他一样 这两者来说 后者当然看起来更愉悦一点 有个样子我们好像可以跟他一样 但大部分 不是大部分 绝对的情况是 我们是在 我们是凡夫 我们连自己的烦恼都还没有断尽 不要讲断吧 讲调伏之前 我们能够行菩萨道吗 能吗 在阿寒的教法当中 有这么一句很有名的话 己不借脱而能借脱他人者无有是处 包括说自己不会游泳 而能够教别人游泳者无有是处 也类似这种比喻 但这种比喻是针对的世尊对于 这样子的根气的众生说的 另外有众生的说法有点不同 这些不同并没有什么高低 我只告诉诸位一个案例 美国在190年代的时候 有这么一位吃素的游泳选手 他一次的奥林匹克比赛当中 一个人独得七面奖牌 我在七面几面奖牌 然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教练 很重要的教练很能够教他 无论是手啦水流啦穿的衣服啦动作啦 怎样训练啦都教的非常好 所以最后就拿到的七面金牌是很重要的 大家队友就很高兴 包括最后一次比赛 最后的一场比赛游泳比赛是 集体的这个四位的那个 所谓的接力赛游泳接力赛这样 哇还是冠军实在厉害 这位游泳教练 结果大家就很高兴啦 就围过去了 就把他抛起来抛进池子里 一抛进去之后才看到那个教练 脸色发青喊救命 那是奇怪 你是游泳教练 怎么我们丢你进水里 你就喊救命了 那是什么状况 他扶起头来说 我不会游泳 这个感觉是笑话 你了解吗 华人有这么一句话 从来有状元学生 没有状元老师 我教学生 教学生我教你 教你就是能会写文章怎么样 但你就是有你的天分 你那个天分你就能做状元 但老师呢 老师就教你这些基本技术 我自己没能力做状元 这在行菩萨道的概念当中 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 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今天都意义上在道理上面 跟大家说明解开大家担忧的地方 首先我必须说明 行菩萨道背后没有隐含一个 不行菩萨道 是什么人 这种态度 没有 懂意思吗 我再说一遍 大概听不懂的意思 比如说 学佛应该行菩萨道的 行菩萨道是利益众生的事情 所以你没有行菩萨道 你不好 没有这种想法 行菩萨道本身 就不再分高低 行菩萨道也不是自己 自显自己更有价值的一种行为 不是 我可以做个比喻 我请问你 家里有个母亲 她年纪大 但是她有点生病 行动不佳 那么你作为她唯一的儿子 唯一的儿子 你也没有结婚 也没有人在代替你来照顾母亲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母亲生病 那当你在生活之余 工作之余 你在家里啊 照顾母亲啊 喂食啊 帮她按摩啊 推她做轮椅啊 怎样怎样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 哎呀我照顾我的母亲 你看看天底下我多好 我多孝顺 你会这样想吗 理论上应该不会 如果你会的话 还是有点问题 态度上有点问题 为什么 那我母亲啊 你叫我不要做 我都要做了 不然谁做 第一 她说我的母亲啊 我爱她 或者是说我尊重她 我渴望她健康愉快 好过一切 重要过一切 不因为什么 不因为她需要我做什么 就是 那种亲情感 当然我们出家的是 慈心割爱啦 是为 抛 抛弃个人的小爱 为众生 这当然是另当于别论 我说一般人 在还没有出家 或者即便是出家 你理解母亲的 对你的恩德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去照顾 在律上说 如果一个比丘没有兄弟姐妹 然后母亲呢 无法治理生活 一个比丘也一样可以脱波 来供养自己的母亲 不会因为母亲不是出家人的 不能受用 你脱波 帮她脱波的食物 这在特例的情况是可以的 律上也一样说过这样 好了 类似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知道 行菩萨道 首先我开中民意的跟大家讲 行菩萨道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但不是代表着别人没这样选择 别人不对 别人比较差 或别人没学好 不是的 菩萨道呢 也不是说 大家都要来跟我一起行菩萨道 我们一起来做吧 不是这样 是什么意思 是 大家能一起来跟我做吧 欢喜一起来跟我做 我们就一起有缘来做 如果那个人静静的不讲话 这个人甚至于嘲笑你 甚至于怀疑你 这样的情况 你怎么样呢 你应该这样想 那是我过去没有结善缘 我过去没有随喜他人 愿意行菩萨道 所自然遭感的我的因缘 我应该内自反省 而不应该跟人家对立 也不应该贴人家的标签说 你看他不行菩萨道 要不就是说你看他嫉妒我行菩萨道 要不就是你看他迫害我行菩萨道 没这回事 佛法的缘起就是这样子 你善良发出去的 不会换来恶意 反之 你今天遭受恶意了 那一定过去有恶意的因 要相信因果 不因为你今天想要行善 天底下人应该跟你鼓掌 没这回事 我们刚刚已经开宗明义讲了释迦佛了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 应该不用怀疑了 他老人家都得要面对这种质疑 只是后来他成功了 成佛了 这五位追随者 才会自然站起来去恭敬领礼 是为他的威德所感召 但这段我们开始跟释迦佛分道扬镳了 我们没有走他这条路 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走 我们想跟 没跟上 了解吗 所以我们开始面对的就是 不是释迦佛所面临的 众修行人来朝 曾经反对他的 那个五位追随者 不但不反对自我惭愧 还皈依 做以舅舅的身份 皈依他 执地执礼 那是因为他完成了 而我们还没完成 还没完成该怎样呢 该学习发心去完成 后段的这样子的个辉煌的 看起来很庄严 又很受到恭敬支持的那段了 我们凡夫行菩萨道 恰恰没有 因为我们不是他 我们没能力是他 如果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不行菩萨道了 如果这样说 就说不行菩萨道 那这个题目就不成立了 后面有写吗 人间菩萨 还要欢喜行 真难 了解意思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正视问题 我们不能够想像一个美好的样子 然后说我就是那在美好当中 不是 我们要务实的看待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致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303025场 不诗蚂蚁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共12311次 苏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佛教慈悲之夜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公送《药师流离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即万灯祈福法会 恭请慧姓法师领咒 日期9月18日星期三 13点30分 公送《药师流离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16点万灯祈福法会 地点佛教慈悲之夜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灾法医共募福恩 联花生大事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倍 佛教慈悲之夜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礼拜佛说弥陀宝采 恭请占佑法师领众 日期9月27日星期五 时间下午一点半 地点佛教慈悲之夜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灾法医共募福恩 农历7月慈悲教校乐 整个月份陆陆续续常会看到 大大小小的祭典 佛教与道教的仪式中 都有共同的目标 慈悲与孝亲 国历8月31日 农历7月28日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 高雄中山书方与凤山三王宫联合举办 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通勤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 法务指导 湛山法师主法 以佛法的慈悲 道教的温情与敬意 明仰两地 解救无数众神痛苦 今天是农历的夹成年 7月28日 刚好三王宫来这边受邀 我站三来这边做施食法会 为什么做施食呢? 我们7月份的时候 都为了普度自己的众生 自己的父亲 或是有一些家亲眷属 希望他们得以超度 因为我们佛教来讲 这个月份是孝亲月 希望帮助我们一些过往的亲主 希望他们可以离苦得乐 所以受苦的话 那有时候我们就要帮助他 我们怎么念地藏经 或是阿弥陀经 想今天要念佛经 或阿弥陀佛的圣号 来帮助他 这样可能要使他离苦得乐 因为我们要努力地精进 替他们的忏悔 把他过错去除掉 这样才能可以更联品上身 愿大家平安吉祥如意 阿弥陀佛 法会仪式开始 首先恭请主法 战胜法师洒进洁净寒场 并带领与会信众 恭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齐请观音菩萨加倍普润众生 在协力合作之下 丰盛的普桌上米油盐酱醋茶 以及美味的干粮普世众生 这个月是祈悲月 我们凤山山王宫 在今天准备了普渡法会 我们平常就有在规劝阳世的人 如何做好的功德 如何做好的福报 所以在这个慈悲月 我们也要补一些孤魂野鬼 这些阴阳 让我们的阴阳两界互相调 还有我们的祖先 还有我们的祖先 还有我们一些冤亲带族 还是说没有来脱胎的一些小朋友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很好的下半辈子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这个普渡法会 佛道双修 三宝佛教的双修 借着三宝佛的鸭子的力量 让我们这个法会更加的圆满成功功德无力 谢谢 一心闺蜜 那么苏婆教主本是释迦牟尼佛 慈悲无国界 法度有缘人 在无共之后 大众专注地一起念佛 午后开始了慈悲诗时放学 以饮食施语六道群灵 与幽民众生 普洁无声之缘 弥陀佛如达 爱望人皆得多 事时有很多功德 佛为首家长者 说夜报差别精彩 奉施饮食得十种功德 得命 得色 得力 得安稳 无爱殿 得无所谓 无诸懈怠 为众敬仰 众人爱乐 举大福报 命中升天 速征灭盘 更透过与道教 宫庙的结合 使超度法会 更加的圆满殊胜 生命电视高雄采访报道 我尽风险感度 我尽风险感度 就以这位 monde 要组合 便自高雄采访报道 受仿吁意 jewelry 声音、便室 Sean Johnson 制作最 inspiratif 爱笑在几谱 手印尝 所求如一切深究 我依旧始终缘吉祥 世尊大致妙传业 天明皆圆满一切子 能是否辉若待 爱与所若来无占力 自信奔天的古语 与等一生脱口去 以为深深雪妙丽 与多苗满我身临 解脱道众生解脱 我侍旧切魂看东西 神妙摩天神神文处 我依旧大致我身临 佛陀若切藏若亭 也随佛干地补处 学生教育都去 学生教育都去 以国民为国安自在 世界观音禅定 为佛陀了 苏诚观音为妙子, 诚如观音三摩地, 诚信别莫观心中, 愿门交界今月上, 诚如磐狂乘天花, 花终有一观之灾, 相好觉多别怀, 诚说此次妙地, 有所欲言作开始, 诚说此唯有今生, 诚信别莫知天花, 清清发解无奈, 把一个由于若来, 若来若定家佛作, 何等面相观此相, 诚信别莫观心中, 诚信别莫观心中, 望明朗朝夕妄想, 诚信花间苏丹, 写两宗遍续空间, 诚信别莫造法皆, 若来还未攻破那, 心若不已此地, 念你一切出宗生, 诚信别莫造多苦难, 诚信别莫观心中, 诚信别莫观心中, 善 dirig到菩萨观心中, 诚信别莫观心中, 诚信 seiner本没理, 诚信不莫观心中, 诚信尚世俘宗映一旦, 诚eps VA哀观出笨, 陈旧不仙广大圆 陈旧不仙广大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